新版十月初五的月光拍攝 進行得如火如途 這天姓曼的一家齊齊開工 在劇中林偉和姚嘉莉的角色 經常一吵夜吵舞時停 演起上來他們都覺得很廢神 開工到現在都好幾天了 差不多長長戲都吵架 長長都鬥嘴 整天都要跟他勾心鬥角 有些火花 很多火花 但也很棒 但女兒一出現我就變回綿羊了 拍這些吵架的戲都會很累嗎 有時都挺疲倦的 因為很多內心戲 很多眼神的戲 而且我們現在要求很高 所以每一段對白都要重複說好幾次 不同的角度去拿出鏡頭 所以我們休息的時間 又不是很足夠 儘量頂住 旷熱型飾演的萬家千金 由於是新角色 所以對Judy來說 也算是一個新挑戰 我其實今次的角色 情緒的起伏都挺大的 就是他由一開始出場 到之後他其實會有少少的轉變 就是剛剛新年那段期間 又放幾日假 都在這裡有嘗試看不同的劇 想看看怎樣可以做得再明顯一些 再可以讓觀眾有一個新鮮感 有一個驚喜 因為這個也是自己很少接觸到的 這類型的戲的性格 所以期待得來又有點緊張 主要對手是和 主要是和羅天宇比較多 某程度上是有點單戀 是他單戀你還是你單戀他 當然是我單戀他 好 不知道是否有其父必也有其之 演林偉兒子的五庫橋 和劇中的老婆阮家敏 關係都一樣那麼差 有甚麼關係 這個關係很惡劣 是用惡劣 是 因為是兩個都不情願之下而結婚 其實我們大家都不喜歡大家 但其實他很慘的 我經常都出去玩 認識不同男生 然後他就要幫我去解釋 但我還要罵他很可憐 其實處理這些角色 會不會在Manuel裡會 是介兄就熟還是怎樣 做回自己 我也是想問這句 是不是 不是 完全跟我個人是相反的 完全不是這樣的 那怎樣拿捏呢 其實因為我最近有播一些戲劇版 然後又去找戲劇老師 去跟我研究個角色 那其實真的會好了 你覺得我剛才組成怎樣 我剛剛導演也有讚他很好 他不斷追問 導演 導演 怎樣怎樣 行不行 我這樣 他說 OK OK